出行日记 第二集 出行日记 01 第一部分 A计划失败了没关系 我还有P计划呢 我买好了K123自列车上海南站到松江北站的无座票 我可以上车了 我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 我还用担心到不了加薪吗 在检标的时候 顺手拍的照片 让我发现显示屏的信息没拍出来 这个问题我得找个几乎研究下 是手机需要设置什么 还是说 这种怎么拍才可以拍到哪个信息显示 我得抽空好好学学 在上车前 我买的无座票 我还打算看看有没车厢是没人坐的空位 没想到上车后 通道都被堵得水泄不通 做绿皮的人 实际上真的比高铁动车更多 因为绝大部分人 真的都是普通老百姓 我不喜欢站在通道这外面的地方 所以我艰难地挪动自己的双脚 来到了车厢中间的位置 因为这个地方比前面的通道空气好多了 也宽敞不少 在列车开动后 我又开始动脑子想事情了 用佳佳的话说 白头发又要多了 没错 我在看K123次列车 从松江北站到嘉兴站的车次的票 不过我查的时候 它一直显示的是 硬坐后补 无坐就是无 这个时候 我选择了后补 显示的预估成功率是55% 我管你成功率低不低 高不高的 我就先后补上 后补价格是11元 上海南站到松江北是9元 这样就是总计20元 如果上海南到嘉兴有票的话 只需要12.5元 所以这样的走法 我多花了7.5元 后补订单提交后 过了10分钟吧 就显示了兑现成功 你看你看 系统检测到我是经常去嘉兴的人 马上给了我一张 松江北到嘉兴站的硬坐票 于是我就直奔这个车厢 不过到的时候 看到一位女生在坐着 不确定 她是不是有座位的人 所以我就站着 反正马上就到松江北站了 她如果不下 就是无坐票的 那么就可以让她让给我坐了 就在站着的时候 剩余的盒饭供应来了 一盒是20元 居然不降价 有个妈妈给自己儿子买了 自己不吃 自己就吃带来的水果啊 这些奠基 你觉得这位妈妈不饿 不想吃饭 不过是经济条件一般般 一盒盒饭20 对她来说是贵的 这份20元的盒饭 有个盒包饭 然后一丢丢肉丝 其他就是素材 我个人感觉 20元这样的菜 这价格定高了 10元我觉得差不多 小伙子吃得很快 不过还不忘记自己妈妈 问妈妈要不要吃 妈妈说你吃 我不饿 我有这个 直指那些带上车的吃的 儿子吃得干干净净 看来是真的饿了 也是长身体的时候 手上的书是高中化学 看来是面临高考的孩子 那就多吃点吧 你妈妈对你的爱 一定要用优秀的成绩来回报 而坐在我的位置上的女生 就在看什么剧 我不知道 但我看到她看剧模式 是两倍速度看的 我就把我的水杯放桌子上 要不然捏在手上多累啊 我以前出门是买矿泉水 现在出门都是自己带被子 然后喝水 矿泉水也很少喝了 02 第二部分 等到了松江北站 这女生果然是无座票 然后我就让她起来 我很有礼貌的 我说你好 这个位置是我的 然后她很不好意思的说 哎呀 不好意思 刚才不知道是你的 听这话 就知道她是无座的 其实上海南站到松江北站 我也是无座 不过我就故意说没事 我看你在看电视 以为你松江下 就没说什么 哈哈 这下我还做了一个人情 有时候在外面 就是这样 你不必跟陌生人 那么老实芭交 因为你没这个义务 向陌生人交代那么多 到达嘉欣后 我看到好多人 在嘉欣这站下车 嘉欣要是一直有这么多人流入 那超越杭卓都不是问题 我还挺希望 嘉欣发展起来的 因为我有一个家在这里 嘉欣发展得好 我的家家的机遇 也会更多 我还是挺希望 他以后更优秀的 人们常说 千万不要让自己的女人 太过于优秀 思想太过于独立 要不然会不好拿捏 我却觉得 你真爱对方 你自己如果确实 比对方稍微优秀那么丢丢 你为什么不帮对方 也优秀起来 你让对方优秀起来 对方也愿意进步的话 那以后他优秀了 两个人的生活 感情都会更好 所以那些男人啊 别去害怕 阻止你的女人进步 除非你自己不进步 你才不想别人进步 你也不想别人进步 你才能留意 帮助你自己不进步 你让自己的女人的身份